成都高新区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块 但却被各路资本和企业竞相追捧 这个地块你大概率没听说过 但你一定要了解 它就是位于新川科技园的第四组团 这个四组团位于新川北 面积只占区域的六分之一 但就这么一个看似不大的地方 几乎会把高新最一流城市资源都收入囊中 首先四组团的产业定位堪称王牌 唯五级智慧与尖端医疗 前沿医学 海思科 美敦力等十多个医疗巨头 以及移动网易中心等三大5G产业项目 全部集中在四组团 而且正陆续投入运营 其次 四川省教科院一口气在新川办了四所名校 被称为教科院F4 其中三所都在四组团 再者 选址精明无比的伊藤阳华堂 也修到了该组团的未来潜力 早在数年前就签约入住区域内的商业广场 准备打造新川春西路 最后 新川板块唯一的湿地公园 也将四组团环绕一抱 让新川圆中之城的理念从规划走向现实 另外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四组团还诞生过高新第一成都第二的土地起拍下 土拍后的一年之内 四组团地块开发率更是从44%猛自闹77% 呈现速度堪称奇迹 以上种种都证明着新川四组团的强大实力 这也就是为何新川虽然豪宅云集 但由央企中旅地产开发的中旅千川月项目 购房关注度一记绝尘 就是因为中旅将项目聪明地择置在四组团的最中心位置 左邻三所教科院学校 右街新川湿地公园 地段几乎无法复制 总之 四组团置于新川 相当于天府二街置于大园 焦泽大道置于金融城 都是不可多得城南小心脏 相信终有一天 他的实力不允许他低调 新川四组团会被整个城堂砍打